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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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我是如言陀库分析师 黃永文 為了介紹到今天的盤事 今天主題是 展示來源生氣帶動 那今天來講的話 大盤說在8370點 下跌78點 成交量為831 那昨天由於廢除了症所稅以後 造成了一片大漲 那不過還是符合我們指格上的定義 還是屬於比較空的部分 也說屬於綠色部分 綠色部分零走以下 基本上來說 現在還是屬於它下跌的趨勢 不會整個旁邊 不會因為整個症所 所以廢除以後 它有一個大漲 然後往上反彈的契機 基本上說它要反彈的話 起碼還要過昨天的高點 它才有立即做反彈的契機 不過基本上來說 我曾經跟大家包括了 它未來未來 一定要有機會 會再突破8900 那個點位的話 還是須有多頭的火力 那基本上來說 這機台看的話 如果它還能夠出現紅棒 出現紅色部分 引走以上的話 或許還有一些反彈的契機 但是由於整個盤面是偏弱的 不會因為由於昨天 廢除了大戶條款以後 IPO現在由生機股去帶動 去影響整個盤勢 那基本上來說 盤勢是屬於主力控盤的部分 雖然很多支的生機股 今天都屬於有大漲的行情 那不過來講的話 盤勢大盤還是屬於比較偏弱的格局 這必須要稍微要注意一下 那基本上其貨來講的話 一開盤開小低以後 只要出現空方訊號 在8440這邊做放空的動作 往下跌的過程之中 在8360做回補的動作 所以基本上來說 今天來講的話 一開盤開比較弱勢的話 就知道說今天的盤面不佳 盤面不佳的時候 它自然而然的自然就下跌部分 那出現的綠色部分 綠色部分拧走以下 這幾個點位確認的話 大部分來講 今天起貨的話 就比較偏弱一點 我曾經跟大家講過 所有的趨勢 不會因為一個單間的事件 造成它很大的反轉 像上次的 前幾天的法國恐怖的事件 下跌完後 這股之間 還是有一個下跌的幅度 那不會因為這種 所以來講的話 昨天有上漲的 上漲的行情以後 今天又會持續上漲 其實來講的話 都影響性的話不會很大 畢竟來講的話 那台股現在是屬於 萬點下來的反彈中的行情 那反彈到哪裡的話 我曾經跟大家報過 八千九以上 其實都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部分 那基本上來說 未來如果整個趨勢沒有反轉的話 可能還是會賣入比較空方的走勢 那這幾天來講的話 一開板開高以後 在八三八零這邊做多 做多很大的原因 就出現在於紅色部分 紅色部分零軸以上 那零軸以上的話 表示說它屬於多頭的部分 什麼時候賣出呢 在八四六零軸賣出 出現空方訊號 綠色部分 零軸以下的時候 這幾個點可以將你的多單給品嘗掉 雖然你每天的講法的話 就有一定的固定的模式跟方法 做股票來講 就是要一個固定的方式跟方法的話 操作有一個準則 SOP的準則的話 或許你操作起來會比較順利一點 不會因為你能為的判斷 而造成一些誤判 那這邊來說的話也是一樣的意思 一開盤開地以後 直接殺低 殺低以後 其實有這邊出現一個大量 那大量以後 跟大家包括在八二四零這邊做多 做多很多的原因 就是因為出現紅色部分 紅色部分零軸以上 往上漲的過程之中 其實沒有任何很大的一些 空方的賣的訊號 因為它進入了一個相形性的區間震盪 在八二九零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多單給品嘗掉 通常這樣子的話 來回的話 通常一開低 如果覺得沒有立即再往下破低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反轉訊號了 這邊來說的話 一開盤開低 直接做一個反彈趨勢 去過這個高點 它就是要回補缺口 回補缺口完以後 直接往下跌的時候 在八四四零這邊做空 做空的時候 往下跌過程中 在八三四零這邊做回補的動作 回補的動作 原因就是在於 因為也是出現一個大量 所以我跟大家來報告 期貨它的成交量 出現一個相對性的大量 是非常重要的 當一個相對性大量 被跌破的時候 它會沿著趨勢 再往那個方向去做延續 假設相對性的大量 沒有被跌破以後 做一個反方向的時候 其實那就是這個反轉點 那基本上來說的話 期貨一開盤開平的話 出現空方訊號 在八五四零這邊做空 做空下來的時候 在八四二零這邊回補 回補原因就是在於 出現多方訊號 紅色部分 紅色溫寧州以上 這種盤子的話 今天也是蠻相像的 所以其實期貨來講話 跟大家每天的每天的重複的 來跟大家來 反覆的練習跟溝通 其實來講話 期貨不代表就是那幾個訊號而已 只要一開盤開有一個空方訊號 在我們指標上利用的 它就是空方訊號的話 綠色部分 綠色部分 您走一下 就嘗試去放空 八五四零做放空 往下跌過程中 其實沒有任何任何的回補訊號 八四二零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空單給回補 這樣來講話 顏色來講話 區分的非常非常清楚 沒有任何模糊的地帶 做股票就是 不要有任何模糊的地帶 有模糊地帶的話 其實會讓你操作 會比較 無所適從 那這邊來說的話 也是一樣 開盤開告 要八八八 八八零這邊做多 做多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它出現了紅色訊號 所以這套軟體好用的地方 就是它顏色區分的非常非常清楚 網上長過程中 其實沒有任何的回補點 八八八二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多單給品嘗掉 那品嘗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出現在於 這邊出現綠色部分 綠色部分 您走一下 可以將你的多單給品嘗掉 那這邊來講的話 也是一樣 一開盤開高 出現一個空方訊號 八六八連這邊做放空 往下跌過程中 其實沒有任何的回補訊號 在八六零零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空單給回補掉 回補原因出現紅色訊號 紅色訊號 到零週以上 只要比較明顯 訊號出現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另外一個方向 的單給品嘗掉 這邊一樣 也是開盤開低回補缺口 跟剛才蠻像的 有些回補缺口是比較長的 上下一線 有些比較實體棒 那實體棒被跌破的時候 出現空方訊號 在八七零零之後放空 往下跌過程中 其實沒有任何的回補點 八六三零這邊 可以做回補的動作 那這邊也是一樣 那一開盤開低出現空方訊號 八七零零放空 放空完以後 直接往下跌過程中 其實沒有任何任何的 反轉點 那沒有反轉點 以後在八六七零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空單給回補掉 回補的原因出現 紅色部分 紅色部分 零週以上 所以基本上來說 每天每天的複起的話 其實來講 旁邊來講的話 應該各位非常清楚 騎貨的走勢的話 就已經了然於胸 就是前幾千的走勢 其實是屬於空方訊號 它會開低以後 走低直接破 開低走高又直接又破 所以其實來講的話 非常非常的明顯 那這邊來說的話 也是一樣 開盤開高 八五八零這邊做多 晚上掌過程中 其實沒有任何的回補點 回補訊號 可以在你切線切過去後 在空方訊號 八六六零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多檔給平常掉 這邊也一樣的意思 一開盤開高以後 紅色部分做多 八四八零這邊做多 晚上掌過程中 其實沒有任何的回補訊號 八五七零可以將你的多檔給平常掉 使用一條切線切過去 這空方訊號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多檔給平常掉 而且出現的綠色部分 綠色部分 零走以下 所以基本上來說 它指標好多的地方就是非常非常明顯 讓你知道說 什麼時候不要再跟它做對了 也就是說多方在成形的時候 你空方不要去左手去動作 等它掌勢結束的時候 就是應該你要出手的時候了 那這邊也一樣的意思 一開盤開平的話 多功交戰不易操作 往上掌過程中 其實沒有任何的回補訊號 往上掌的時候 其實在八四九零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多檔給平常掉 平常最主要原因 就出現這個最尾巴的時候 因為收盤快結束了 而且期貨如果是超過當充的話 其實來講話 就是最尾巴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多檔給平常掉 這邊也一樣的意思 一開盤開高 出現空方訊號 發燈零零做放空 放空下來的時候 其實在八二四零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空檔給回補掉 回補的原因 就是出現在紅色部分 紅色部分零軸以上 這幾個點位的時候 就是剛好你的盤面剛好相反 那這邊來說的話 出現非常明顯 只要出現空方訊號的時候 自然而然的 你的趨勢成形的時候 你就沿著方向去做話 其實不會錯很多 那這邊來說 也一樣的意思 一開盤開低 7200這邊放空 放空下來的時候 其實沒有任何任何的回補訊號 在7200的時候 可以將你的空檔給回補掉 以上進廣告時間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已經非常非常明顯了 140塊以上 其實都他的很大的壓力 那我上次跟大家報告過了 這邊是他相形性的區間整理 第一段 第二段以後他把區間放大 並能這裡面的相形性的區間震盪 那所有的現在的目標 可能轉機在生技股方面 因為我們未來有機會的候選人的 候選人的對於生技股是非常有研究的 那對生技產業的話可能有一些幫助 那基本上來說 現在的股價來講的話 反應的未來 不過台灣來講的話 很多的現在的高價股 可能必須要稍微要點小心的 像漢偉克來講 他自從在這相形整理以後 他想突破他的相頂 結果沒有突破又跌破了 那符合我對他指標上的定義 也就是說屬於綠色部分 綠色部分凝軸以下 這種來講的話就非常小心了 只要他這個趨勢如果成形的話 當他跌破這個點位的時候 或許他真的就邁入了空方走勢 我曾經跟大家包括 他是下跌過中間的中繼型的整理 那中繼型整理以後 如果未來沒有假設來突破一點 突破往上再往下跌的時候 表示這方面套牢的人 其實都沒有辦法有解套的機會 也就是說他長期區間來講的話 可能營收不好或者是他未來的展望不佳 他這邊連反彈的地方都沒有去做反彈的話 其實對他的骨架是非常危險的 那升級骨架是優勝 是一二一 他有漲浮一段時間 要第二段漲不可能 還是有機會往上再幅度再漲 符合我對骨架這樣的定義 也就是說紅色部分 紅色部分零軸以上 這幾個點位符合我對他多頭的定義 也就是說他只要符合多頭的定義的話 什麼樣的股票都有機會去漲 但是漲多漲少的話 可能投入可能要稍微觀察一下 基本上來說 只要符合我們指標上的定義 有之前的這段可以跟大家來詢導 就是說假設他從對地點往上漲之後 出現了多方 然後紅色部分 紅色部分零軸以上 這幾個點位成立的時候 就是屬於多頭表彈的股票 就維持他多方的脈動 那基本上說 假設這個從空方下跌的時候 有出現空方訊號 綠色部分零軸以下 這幾個點為什麼出現的時候 就是他處於空方的部分 所以這讓你好用的地方就是說 他會讓投資朋友非常非常清楚 他的顏色給所帶來的方向 看到綠色做空往下走 看到紅色做多往上走 其實來講的話 多工都可以操作 投資朋友的話 不必侷限於或者是在做多方而已 有時候空方的話 也是有不錯的選擇性 那之前講4163也是 液態也是一樣的意思 也是屬於紅色部分的話 基本上來講 紅色部分 紅色部分零軸以上 還是屬於多頭賣動的股票 那多頭賣動股票 其實有時候幾個點來講 有時候會漲一兩天就結束了 所以會漲勢比較靈敏 那基本上來說 他如果符合多頭股票的話 他或許還是有上漲的空間 那可能現在由於 漲勢到這邊的話 可能會有生機股去帶動 他未來的走勢 那基本上來說 未來如果股價到一個 某一個階段 全部都不漲的時候 或許投資朋友可能要擔心的 那上次跟大家報告 股票是00632 因為台灣還是未來 還是會邁入空頭的走勢 這種比較保險的話 可能會買進的話 可能有機會做避險的動作 這種拉回來的話 或者是直接往上漲的時候 其實投資朋友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性 因為T50反應的股票來講的話 從今跌過一次跌升了到 那時候跌到7200點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高點 那未來如果說台灣 還是邁入空方的走勢的話 或許這個高點 還是有機會被突破的 以上就是我分級報告 謝謝各位 本公司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